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不知道一格格那裏 中間那些位置就有人走的 應該可以 是電視塔來的還是甚麼呢 上面有Olympic那個圈 可能是新聞塔來的 那些 但又不像很多那些天線 不用的 是新聞台那些人 媒體那裏做的那些 其實我不是特意的 剛巧阿尿柴在這裏 真的一個很漂亮的建築物 整個是 真的是Olympic Park 這樣的community 對 那就是麥當勞 旁邊有個火具 看到嗎 火具 看到剛剛他拍到 又出現了 我剛才看到那個2012的火具 在裏面可以買 特別版模型 要5萬元 神經病 但是是1比1的 應該沒有1比1那麼大 他說模型 嗯 還有甚麼 給你找 好啊 看看這邊 我剛才說的 甚麼都沒有 他們 他們 兩段接近我們的時候 就這樣 買賣 說是否買票 都不敢應 他們 誰知道這些東西是否真的 一路跟著 跟著我們去售票署 其實我的系統都挺有趣 他們本身是團購的 或者是跟團 他們一定是比較便宜買的 但他們說 應該是比較突出 或者是平時買剩的 那些票 但我發覺我們的票 跟別人的那些有少少不同 他們撕的時候 對 我們那張是VIP票 是嗎 對 有些甚麼 嗯 紅色 普通那些是藍色的 我上網就看他們一日價是200 但我也上網找過一下 其實是 可以折到一百三十多元 就是如果你是跟團 那些 不知道中類社有沒有便宜 跟團那些 如果我們要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些research 我們要考慮一下怎麼可以便宜一點 還有其實 如果下次時間雨好一點 可以看一些不是十身的 因為 我們應該早點走了 旁邊奧林帕克公園 然後才去玩 其實是 但我又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玩到就會很長 不過今天時間不夠了 時間不夠了 我們不能玩到晚上 現在正在去哪 回家了 做甚麼 做憑你 唉 明天上班了 唉 不要看這件事 拜拜 好